这一间单位的前面呢 是完全禁锁的 如果是女主人的话会很喜欢 尤其是喜欢粉红色的 为什么 因为她在楼下的这一边哦 她装修到很外国买家 想要来这一边居住的话呢 这一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嗨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Vinny 今天呢是房地产系列 那么现在呢我在我身后的这一间 它就是Avira Merdini 所以这一间的话来讲呢 是二手单位 然后它的位置呢 靠近第二通道 那其实这一间屋子呢 对我来讲啦 我是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它的这一个屋身的尺寸啦 是27×65尺 所以它整个建设的话呢 是2235方尺的 所以它这个地上哦 它是做了这种imprint的 所以它是防滑防水 这间单位的话呢 它的旁边这里 已经是有做了那一个owning的 所以这一边的话来讲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 就是放那种茶几啊 可以在这一边喝茶这样子 然后它的那个这门口哦 它不是在这边 它是在旁边这边进来的 OK 所以我们进来这个单位 如果是女主人的话会很喜欢 尤其是喜欢粉红色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楼下的这一边哦 它装修到很pain color 你们看一下 超级超级的粉红 然后这边的装修的话来讲呢 已经是包到完了的 它的那一些 sofar啊 然后 然后装修全部东西啦 所以哦 它楼下这一边的话来讲呢 客厅咯 就在这边有一个圆座 可以在那边吃饭 厨房这边它也是做到美美了的 然后这边 还有一间房间可以给女儿睡的啦 因为看啊 它装修到好像公主房样子耶 超级超级漂亮 所以 过来这一边的话呢 你吃完饭了还可以在这边喝茶 所以喝茶了过后 这边还有一个 后面的backyard 可以给你看风景 吹吹风 之后这边还有一个powder room啦 所以楼下有一间房 楼上的话会有三间房 跟两个厕所 看它这一个也是粉红色的 bear bricks 所以它的楼梯的话来讲呢 是original from developer 的 楼上的话呢 你看叻 变成蓝色了 这边楼上全部哦 有墙有蓝色啦 如果你们想要换别的颜色 当然你们可以买了过后 可以自己再重新游过去啦 所以它的那个主人房是在这里 也是空间感非常的充足 然后它的里面有一间厕所的 接下来的另外两间房间呢 就在外面咯 然后share一点厕所 对我来讲啦 这一间单位呢 它算是适合小家庭 然后如果是讲你们打算要拿来自助也可以 投资也是ok 自助的话呢可能就是 适合那些每天在新加坡做工 要走第二通道的朋友们 或者是外国买家想要来这一边居住的话呢 这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讲投资角度方面的话来讲呢 这一间单位 现在目前的价格呢 是可以跑到马币 4000到4400左右的 然后这里外国人也可以买 这一间单位的前面呢 是fullly unblocked的 所以买到这一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车停在前面这一边啦 然后至于这个单位的前面呢 是可以停两辆车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物质的外面除了是unblocked view以外 它的鞋对面呢还是公园 所以如果是讲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去公园是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要来补充一个点呢 就是这间单位哦 屋主呢它本身是很少在这边居住的 它当初买下来呢 是做那种holiday home这样子 度假屋 所以呢它的这个condition 是非常非常的新 再来呢 Avira Medini这一边哦 它其实总共是有4期的 4个faces 然后这一间二手单位呢 它是第三期 所以第三期的话来讲 它是最新的一期 因为第四期呢是还没有拿药匙的 所以这里的屋龄呢 是差不多一年多两年左右罢了 而且呢发展商现在剩下的单位也是第一期 那第一期的话是2016到现在 所以是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是讲要找这里的lander property呢 是不妨可以考虑这一间二手单位的 然后Avira Medini这一边呢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就是非常的宁静 peaceful 然后它也是有自己的那一个 俱乐部的clubhouse facility 这边有泳池 有做gym的 然后也是非常的 flexible 你要subscribe也可以 不要subscribe都没有问题 它没有强制你一定要用 所以就是可以给你住到lander的同时 也可以让你享有公寓的facility OK那这一集的二手开箱影片 就暂时到这一边了 然后来快速的做一个结尾 那观众们呢一定会很想要知道 这一间单位到底卖价多少 毕竟它是unblock view 然后呢也是 是fully furnished 和fully renovated的 所以算是with moving的condition 你领包就可以入住了 那它的售价呢 我就放在description box下面 如果是假如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给我知道 然后也可以点击以下的 那个whatsapp link 来与我联系 当然那个价格是还可以在商量的 如果你们觉得价格太高的话来说 那这一边呢外国人也是可以买 没有问题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还没有递过的话呢 就赶快订阅 因为订阅是免费的 那么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吧 拜拜 Mira的对面就是Sunway International 然后它附近呢 也是有Sunway的这个商圈 可以来这边吃东西 前面的话呢 有一间Sunway Big Box 然后里面也是有coursery 可以在那边买菜的 所以基本上这边一时住行 不是问题